亚太金河组织APEC北京会议周 现在已经拉开威幕 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内的各成员国的领导人 将在10号和11号出席领导人峰会 有分析认为 这次APEC北京峰会凸显了美中两国 暗战争夺亚太主导权 我们邀请美国之音记者林峰来所介绍 林峰 这次美中在这个APEC峰会上 它这个所谓这个博弈的这个焦点是什么 双方到底是可能会 刚才所说的这个暗战到底是要争什么 实际上我们来看这次APEC峰会 它主要的议题就是经贸议题 那么这个实际上在这个峰会 刚刚要开始前的10月下旬的时候 中国是高调宣布成立一个 亚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那么这个成立这个投资银行 这个实际上是个开发银行 实际上是遭到美国的反对的 那么美国认为成立这个机构的话 与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的 这个像世界银行 IMF还有这个日本主导的 这个亚洲开发银行都是重叠了 那么有可能中国这个机构的话 会拉低这个这些 目前这个放贷的标准 那么我们都知道中国的 有很多这个大型的国有企业 那么他们也可能是 这个成立这个机构的这个受益方 所以美国对此是就表示反对 那么双方在你来我往这拉 争取这个支持 那么中国实际上 这个开发银行 二十一个签约国中呢 没有缺席的这个亚太 最重要的经济体 包括韩国日本 还有印尼 那么现在又有 又有这个传言说 这个刚刚不久 中国外长王毅跑到这个印尼 希望能够争取 印尼在这个APEC峰会期间 宣布加入在这个投资银行之中 那么另外一个议题就是说 是这个中国提出的要 要在这次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 讨讨论这个亚太自贸区的问题 美国对此也是持反对意见 因为美国认为在美国现在这个奥巴马政府 推动这个亚太再平衡策略中的一个重要重中之重 就是这个TPP的谈判 美方认为在TPP谈判没有完成前 那么来上马这个亚太自贸区的话 会分散这个谈判的经历 那么中国当然作为东道国来说的 它是要设置议题设置这个会议的议程 还有议题 那么中方是特别希望能够在这个 这次峰会上来把这个 把TPP的谈判能够抢占它的风头 但是刚刚又 昨天又有新闻这个报道出来的话说 美国希望借助这次在北京召开峰会的 这个APEC峰会期间呢 在美国大使馆召开一次TPP 这个成员国的一次高峰的一个会议 进行一个谈判 这多少就显示出中美双方在这个经贸议题上 包括在亚太经贸问题上 谁来占主导权的一个 你来过往的一个这种博弈 那么很显然美方是希望 能够在这次在北京召开这个 这个TPP谈判的中 能够中国一点点这种 就是怎么说 可以说一点颜色来看 因为我们都知道 中国不是TPP的这个成员 谈判成员国 这次的APEC峰会呢 它主要当然是一个经济话题为主了 那么如果没说错的话 在峰会之后 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要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就是说中美双方的首脑要举行会谈 在这样的一个国事访问的这样的会谈当中 美中两国的这样的一个焦点是什么 这次峰会实际上是 这是奥巴马总统他就任总统以来第二次访问北京 那么上一次是在2009年 那么他也是在第二个任期之内的第一次来中国访问 那也是对去年在这个加州安纳伯格庄园峰会之后 对北京对习近平主席一个回访 那么当时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昨天是在美国 他对双方领导人双边的会谈做了一个展望 他说会有一个重大的惊喜 但他是卖了个关子 他不知道他没有具体透露会有哪方面的惊喜 是不是有些什么关键议题会有些突破 但是他就说这次峰会地点 还有这个形式上都会有一些特别特意的安排 来表现出中国对美国中美关系这种的重视 也是包括像去年那个庄园峰会的一种 就是一种回应 那个形式上一种回应 最后几十秒钟的时间 我们来说美国中期选举结束目前这个结果 那么对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势会有什么重大的影响 很多人认为这个共和党主长的这个国会的话 他会在这个政策上 实质上是成为 这个是奥巴尔总统成为一个跛脚压总统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从历史来看的话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 他特别重视这个外交政策 所以有可能在一个共和党主导的国会下面 有可能美国对中国的政策 会转向这个更具竞争性 或者是更具对抗性的这个方向发展 好的 谢谢林峰 这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的分析 稍后回来持续锁定 美国之音 VUA委事 谢谢大家